缘标题 缘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从史记把它单独列转就可以看出来 提起吕智 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个女人太狠毒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那就是因为高祖刘邦驾崩以后 她收拾情敌欺负人的手段 实在是太独了 独到让我们有种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无力感 以后把欺负人弄成人质 让我们看看人质是什么样子的 胳膊 腿剁掉 眼睛似瞎 耳朵弄 嗓子弄嚷 再装进小坛子扔厕所里 想一想就感觉变态到让人极端恐惧 恶心 难怪吕后的儿子汉贵地流营 看完以后会产生心理阴影 从此饮酒做了不理朝整 很快就死了 那吕后为什么会如此狠毒 她本性就是这样的吗 事实恰 恰相反 吕后原本是个乖乖女 绝对是贤妻良母性的 就像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 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变化 让我们看看她之前是个什么样子的 又经历过什么才变成后来的模样的 吕智老家是山东合则善县的 但是为赌地愁家具家 先往沛县江苏徐州沛县 家庭条件不错 她爹吕工作些生意 家里有点财产 最起码也相当于小地主那种级别 吕工有些文化 最擅长的却是看相算命 对疫经有些研究 吕智在这样的家庭里 还是受过些教育 虽说不是多有文采吧 最起码也比普通百姓家的女孩子强些 支出打理 刘邦是佩郡封义江苏徐州封县的农民 但是他却不是个本分的农民 整天游手好闲 像个小混混 后来不知道怎么在隔壁的佩县 弄了个似水行长的小官当 这个行长就有点像治安队长 或者城管之类很小的官当 工资也很低 挣了钱还不够他花 天酒地的 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 吕公碰到刘邦了 一看刘邦的面相 驴梁高高涌起 是龙准之下 认为刘邦有帝王之命 当场拍板把女儿吕智许给刘邦了 刘邦就一吊丝还耗色 吕智比他小十五岁 年轻又漂亮 这送上门的天鹅种 不吃白不吃 吕智呢 乖乖女一个 嫌弃俩母行的 对父母之言也没反对 就嫁到刘邦家去了 而且他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也不嫌弃刘邦 什么都能忍受 一心想着把日子过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刘邦是个极品 之前和佩仙一个姓曹的寡妇 搞不正当男女关系 生了个儿子 后来取名叫刘斐 吕智一过门就当了后妈 但是他对刘斐还非常好 如果不是嫌弃俩母行的 绝对做不到这点 结婚以后 刘邦还是整天游手好闲 也不干农活 吕智就带着孩子下地干活 风吹日晒的 慢慢就成了黄脸婆 皮操敷黑 刘邦就有点嫌弃他 后来刘邦和项羽两个打起来后 实力不如项羽 打不过项羽 老婆孩子也不管就跑路了 项羽是江苏苏仙人 趁机把吕智给抓起来了 想以此要挟刘邦 吕智本来想着刘邦怎么着 也得回来又谈和家人吧 结果刘邦却在外面 又搞了个小媳妇 就是妻夫人 妻夫人比吕智还小17岁 既年轻又漂亮 而且还能搁上午 狠合刘邦的胃口 刘邦整天和妻夫人腻腻歪歪 早把吕智扔脑后了 设到没什么 因为吕智被项羽关押着 并不知道刘邦在外面有了新欢 还在盼着刘邦会来救他们母子 最打几率后的就是后来刘邦和项羽之间的行阳大战 项羽为了能够让刘邦投降 把刘邦一家老小都给压上前线 并把他爹刘太公也给绑来了 告知刘邦如若不投降 就把他们都煮了 吕智盼望已久的丈夫刘邦总算来了 但是却让他更寒心 因为刘邦说煮好了分我一杯羹 可能刘邦是斗争的需要 但是从吕智的感受来看 心绝对是拔两拔两的 连父亲都不顾的人能顾他 后来他被项羽放回来 又看到刘邦找了个更善良的小的 刘邦心里完全没有他了 这时候他开始变了 变成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女强人 或者出于嫉妒或者是看透了 一系列的打击让他明白 女人得靠自己 只有拥有权力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不被人摆布 要想获得权力 他知道只能从刘邦那里取得 只有刘邦夺得天下 他才能有希望 因此他变得非常冷静 非常隐忍 并开始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来帮助刘邦 刘邦在前方打得轰轰烈烈 他把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 在刘邦夺得天下以后 他也想着办法 帮刘邦维护和巩固政权 和萧和合谋 在魏央共诛杀韩信 因为他知道 韩信实在是太厉害了 而且又反意 一旦刘邦去世 必是祸患 他儿子刘邦的皇位就坐不稳 必须先下 守为强 另外 拉着萧和一起杀韩信 也是他经过缩密思考过的 既可以立威 还可以不被惩罚 为什么刘邦那么多女人 他唯独对七夫人下手那么狠呢 因为刘邦很宠爱七夫人 并且经过七夫人不断的枕边吹风 就有了立七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的想法 这已经开始威胁到吕后儿子刘盈的皇位继承权 虽然有张良相邦 刘盈的继承权问题暂时解决了 但是他对七夫人母子的必杀之心一气 以至于刘邦一死 七夫人母子虽然有刘邦给予的一些特权 但是照样悲剧的 虽然吕后对七夫人的所作所为让人不迟 但是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 就能理解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有的人遭受打击 会变得唯靡不振 有的人却能和命运抗争 而变成完全不同的人 与后前后的剧变说到底 还是残酷的环境所逼迫 也可以说是刘邦一手造成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